最近张慧妹晒出和周董小猪的合影 大家的关注点都是 哇 原来周董和小猪并没有什么不合呀 然而你们都忘了阿妹的身材了吗 平心而论 比起暴肥的巅峰状态 张慧妹瘦下来了也 但是比起早年性感热辣的身材 依旧显得臃肿发福 但发福的并不止阿妹一个 据观众号包租婆八卦报道 儿女双全的和解 家庭幸福 只是人在娱乐圈哪能不减肥 不然动不动还要被怀孕 谁能来拯救一个胖子的尊严 所以和解放出狠话 三个月能减掉三十斤 不然就退出娱乐圈 最近吃瓜直播的吴亦凡 毛四也长胖了也 再看看前不久打篮球的路透照 也是壮实了不少 不过不管怎么样 毕竟有身高撑着 吴亦凡还是那个高大俊美的男子 关于长肉这个事情 吴亦凡早期就有个采访回答了这个问题了 说是韩国的伙食更容易受 那小编求你不要去韩国好吗 还有李一峰 古剑奇谈那会儿 帅得不要不要的 好像是从2015年巴黎时装周那会儿 开始就有点变胖的趋势 脸真的有点肿 跟马天宇合照 脸大了一个size 竟然有种鸭肥的感觉 最近的车祸现场照 脸越来越圆了呢 长腿有霸黎明浩 那就更不用讲了 变种好像已经是月经新闻了 水肿体质真的好忧桑 但长胖对屋里小爽来说 就是好事 因为颜值又回来了 而且高晓松也说过 瘦城骷髅真的欣赏不来 所以赶紧加入幸福肥大军吧 或许这就是不久后的新趋势呢 这就是不久后的新趋势